1. 与北京 江家口有着不解之缘 2. 创造历史 为国争光 3. 学霸 考上美国名校 请听题 根据以上信息猜测他是谁 2019年 只有16岁的谷爱玲 获得2019-2020赛季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新西兰公开赛的冠军 这是他代表中国队获得的第一个冠军 同年 金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而这一年也是老金章铁路建成110周年 三年后 冬奥列车在北京张家口两地来回穿梭 在列车上可以看到中国冬奥健儿的比赛 直播里当然也少不了谷爱玲的身影 他先后在北京的首钢大跳台 和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参加冬奥会比赛 第一 188.25分 谷爱玲成为中国第一个 夺得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的女运动员 她也成为中国雪上项目的多金王 她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队 长期在冬奥会上冰墙雪弱的局面 不仅如此 谷爱玲还是个学霸 她以差20分满分的成绩考上斯坦福大学 为了备战冬奥会 她选择延期一年 以今年秋季正式入读斯坦福 原来是谷爱玲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 正确但不完全正确 答案是谷爱玲和詹天佑 詹天佑这个名字你肯定不陌生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1872年 11岁的詹天佑考上了首批官派美留学幼童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六年后她在美国考上了耶鲁大学 通过三年的铁路专业学习 詹天佑毕业后回国报校 1905年新政府设立金章铁路局 开始着手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 在铁路修建过程中 遇到道路勘测 建设施工和经费筹集等几大难题 作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 在修建过程中创设竖井开凿法 和人字形陷入解决难题 四年后 金章铁路顺利通车 不但提前两年完成工期 还节省了35万辆白银的预算 当时中国内佑外患 科技实力落后 金章铁路的修建震惊了世界 詹天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 这也是第一条中国人自主设计并建造的铁路 如今 连接北京和张家口两座城市的金章线 已经升级成金章高铁 而中国也早已扎掉东亚兵夫的帽子 正在完成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 一百多年前 詹天佑们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一百多年后 国外连着冬奥会上为中国争光 他们都是学霸 也同样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今天的中国变得如此强大 离不开无数詹天佑国外连们的奋斗和平补 更离不开无数颗热爱祖国的心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